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中亚峰会选陕西 习近平身意不寻常 德国女外长不好惹 当面敲打秦刚 没有中立 惊传小国务院又出事 女司长杨洁等被带走 习近平凡事扯国安 献中国于孤立 习近平被急发梁 俄罗斯战败敲响中共丧中 习近平让步解禁地摊 边缘性政策救不了中国经济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亚峰会选陕西 习近平身意不寻常 香港明报报道 习近平将下周四五两天的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首次元首峰会 放在了陕西西安 令人感到他对故乡的感情 对于31个省级行政区党委中最年轻的书记之一 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来说 这无疑也是一种信任和加分 不过由于出席峰会的其中四国元首 同时也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 峰会前两天到峰会后一天 北京有活动 意味着这次习近平恐怕无法顺道在家乡视察了 中国各省区为获政经利益都在以配合国家外交大政方针的名义 为当地争取明显加持 迄今获国家认可的有南宁的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浙江宁波的中东欧合作工业园 福建厦门的金砖创新基地 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 云南的蓝苍江湄公河合作区 以及黑龙江的中俄跨境合作大通道等 不过不是每次争取都能够成功 2015年12月 在时任总理李克强的强力推动下 上河组织政府首脑理事会第14次会议 曾安排在河南郑州举行 河南也借机推出该省的上河品牌 但最终还是输给了临省山东 本来陕西西安已被钦定为一带一路核心枢纽区 而新疆则瞄准中亚国家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新疆书记马兴隆三月曾率团出访哈萨克 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 但最终还是争不过陕西 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新疆恐怕要另寻目标 选择西安的原因除了是习近平的故乡外 还因为那里是唐代古都 与旧时西域今日的中亚有历史渊源 且未知适中距北京航程不过两小时 相比而言乌鲁木齐就太偏远了 陕西既是习近平故乡 也是他青少年时代成长地 所以近年已成新的政治高地 即赵乐际刘国中两任陕西书记直接入局外 现任高官中越来越多陕籍或有陕西任职经历者 包括中纪委书记李希 副书记孙新阳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文律部部长胡和平 司法部长贺荣等 就在上周四 陕西榆林市隆重举行了榆学院百周年校庆大会 省委书记赵宜德 省长赵刚双双出席并致词 而且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 也以革命先辈亲属代表的名义出席讲话 会上赵宜德更亲自宣读 我们敬爱的齐心同志 继习近平之母的亲笔题词 百年芳华英才辈出 本来榆林学院的前身榆林师范学院 创办于1926年 只是一所普通省属本科院校 在拥有西安交大 西北工大 西淀科技大学等全国双一流高校的陕西来说 地位并不高 但就因为该校在六年前纳入了隋德师范学院 而后者建于1923年 当年是中共陕北根居地的高级学府 出过不少中共高官 而且是当年齐心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 时任中共隋德地位书记相识的地方 所以说榆林学院得以提前庆祝百年校庆 并享此殊荣 颇有点富贫子贵的意味 而陕西能成为政治高地 与这类红色资源众多 不无关系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德国女外长不好惹 当面警告秦刚 据中央社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今天提醒中国外长秦刚 在乌克兰战争保持中立 等同于支持俄罗斯 并施压北京采取更多行动 来结束俄乌冲突 法新社的报道说 贝尔伯克今天在德国柏林 与秦刚召开记者会时说 中立意味着支持侵略者 这就是为何我们的指导原则是 明确表达我们跟受害者站在同一方 中国则警告欧盟 误因俄罗斯而对中国企业祭出制裁 并称中国将采取行动 保护自身利益 欧盟内部正在讨论 可能对八家中企涉限 秦刚提到此事时说 若面临惩罚性行动 中国也会采取必要回应 以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欧盟各国代表明天将召开会议 开始讨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第十一轮制裁 根据法新社检视过的制裁方案文件 欧盟行政部门建议暂停出口敏感技术 给八家中企 因为他们涉嫌把这类技术转卖给俄罗斯 欧盟希望严格阻止可用于战场的敏感技术 透过第三国转口至俄罗斯 例如芯片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凡事扯国安 献中国于孤立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日益聚焦于国家安全 及加剧于美国竞争 影响中国经过三年疫情后 重返世界舞台 并且正伤害中国的外交关系 及重振经济的计划 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2年执政后 国家安全一直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他在头两个任期较多着重 部署内部问题 如在新疆的维权人士 及穆斯林少数民族等 但2022年10月 中共20大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 他强调国家安全涵盖 从政治经济技术和领土争端等各个方面 今年3月两会期间 习近平更直指中国遭美国围堵打压 中国最近几个月采取一系列 似乎是矛盾的外交和商业行为 令许多观察家质疑其动机 这些举措包括中国只要促使乌克兰和平 但又与俄罗斯举行会谈 向西方国家领袖铺出红地毯 欢迎他们 但有加剧与台湾的紧张关系 拉拢外资的同时又采取被视为 扼杀中国商业环境的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矛盾的讯息 是因为习近平重新聚焦于国家安全 而这受到与双方关系处于低谷的美国竞争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鸾表示 在中国严峻的现实是 现在由经济制外交都是安全压倒一切 他表示即使中国正在尝试 在乌克兰危机等关键地缘政治问题上巩固其权威 但过分强调国家安全正损害中国的外交关系 以及振兴经济的计划 他说尽管中国表示要对外开放 但中国已经逐渐把门关上 报道表示中国强调国家安全可能令它经济上被孤立 最近中国修订反间谍法及对外资公司采取被美国形容为惩罚性行动 令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达数十年的乐观情绪正在瓦解 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成为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 避险基金桥水联合公司创办人达里欧最近指出 中国和美国非常接近越过红线 如果越过红线将不可挽回的将他们推向某种类型的战争的边缘 这会损害两个国家 并对世界秩序造成严重和不可挽回的破坏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迷恋 影响了其最近的几项外交举措 包括声称要促使乌克兰和平 但又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 以及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指前苏联国家无主全国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 英国伦敦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研究员巴顿表示 中国呼吁乌克兰和平 与自己与美国的竞争有关 他说北京不在乎调解是否奏效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丑化美国的机会 指美国及其盟友 透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煽动战争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惊传小国务院又出事 女司长杨洁等被带走 据星岛日报报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最高经济规划部门 首卧大权 由小国务院支撑 星岛日报较早前披露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 因涉及男女关系等问题被降级为副司级巡视员 国务院近日已正式免去其职务 经诚而语称林主任除了生活作风多彩多姿 主管的法规司最近出现腐败案 女司长杨洁等多名官员卷入 她对此案也负有领导责任 中共十八大之后掀起反腐风暴 短短两三年 包括国家发改委员主任刘铁南 社会发展司司长王威 副司长任伟 煤炭司 原副司长魏彭远等在内 二十多名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 发改委最近几年很少发生重大腐败案 今年春天却惊传法规司司长杨洁落马 与其他部委不太一样 发改委官员已出事 往往是一个司局多个人一起进去 据悉除了杨洁 法规司也有多名官员被带走 杨洁拥有博士学位 长期在国家纪委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部门工作 几年前出长法规司 法规司的主要职能是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和规章 按规定 指导协调招投标工作等等 杨洁在法规司长的任内参与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据悉这位女司长就是利用评估地方政府营商环境的职权从中牟利 4月18号国家发改委召开党风联正建设工作会及联正警示教育动员会 纪检组组长孙怀新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测文包括杨洁案 中共国家发改委有小国务院支撑 中国媒体曾报道 18大以来发改委系统中栽下马的官员数量 在中共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多 其中包括中共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南 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杨张东升 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 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兼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碧林 发改委下属能源局副局长徐永胜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 煤炭司副司长魏彭远和电司司长郝卫平等 江派曾长期控制中共的财经系统 利用发改委和能源局掠取大量黑金 中共前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被指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财务管家 长期从能源系统为江派输送利益 掠取巨额黑金 刘铁南于2013年5月落马 2014年12月10号刘铁南被判处无期徒刑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被急发凉 俄罗斯战败敲响中共丧终 香港知名作家严纯沟在他的Facebook上发表文章 文章说最近俄乌战场上不断传来好消息 一是乌军已占据战场主动权 美国北约精锐武器陆续到位 乌军只等土地干截便可反攻 二是由于弹药短缺 俄罗斯雇佣兵马格纳威胁撤出乌克兰 三是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击落 俄军超高音速飞弹 四是美国福特号航母战斗群正式向地中海 五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克林姆林宫 关于后者 乌克兰与美国都否认 俄罗斯则指责乌克兰企图暗杀普京 有人说是俄罗斯自己策划嫁祸给乌克兰 严陈勾认为俄罗斯自炸是不可能的 克里姆林宫被攻击 对俄罗斯有象征性的破坏作用 连克里姆林宫都被炸 俄罗斯战败都写在国门上了 这件事乌克兰干的机会更大 很可能是乌克兰秘密部队潜入莫斯科干的 乌克兰已先后炸了俄罗斯油库 破坏高压电网 炸毁火车 证明乌克兰有能力到俄罗斯境内去搞破坏 俄乌决战或持或早一定会发生 俄军士气低落 乌军战役高昂 俄军武器低劣 乌军武器精良 乌军正从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 战争真正打起来 双方仍会有进退 但大趋势是俄罗斯一定会被赶出乌东乌南 赶出克里米亚 至于乌军最后会不会指导黄龙 那还要看形势发展 欧盟各国已经在商量乌克兰战后重建的问题 这证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战败的结局已有定见 不管最终乌军会不会打入俄境 俄罗斯战败后要做战争赔偿 普京要接受国际法庭的战争罪犯审讯 俄罗斯国体会因战败而发生变化 总之 美国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 此后可以气定神贤 专心回头对付中共了 想到此习近平大概会被急发凉 但时与事早已不在中共一边 有什么办法 中共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也是一筹莫展 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状态 对比起美国处处咄咄逼人 最近又搞定了日韩关系 日韩话敌为友 突然好到让人眼红 美国居中调停成果显著 现在美国稳坐钓鱼船 只看日韩两国如何在外交与国防上合作 压制中共的企业 在中俄关系上 习近平犯了致命错误 从一开始 他就相信俄军必胜 中共多年来与俄罗斯交好 甚至各让土地讨好俄罗斯 但中共的情报工作不太中用 根本摸不清俄罗斯底细 还以为俄军天下无敌 乌克兰一定亡国 因此始终以中俄合作无上限 来定义中俄关系 就差赤膊上阵了 这一步踩得太深 此后既难以自拔 被迫与俄罗斯绑死在一起 以致美国以中俄结盟为心腹大患 不断要挟中共 结果却是中共没有足够底气 与美国翻脸 倒是陷入进退围股的窘境 中共既不敢大力援助俄罗斯 又不甘在俄乌战争中站到乌克兰一边 如此不甘不尬 拖了一年多 把自己拖到里外不是人 近日中共在联合国谴责 俄罗斯入侵的决议案上 投赞成票 大大激怒普京 以致俄罗斯正要公开威胁 要公开涉及中共 阴暗罪行的机密文件 与中共彻底翻脸 中共从一开始就错 错完再错 政策立场互相踩踏 到最后得罪了西方民主国家 更得罪了俄罗斯 习近平想手术两端从中取利 结果好人没做成 却老鼠钻进封箱里 两头受气 俄罗斯溃败后 中共失去一个独裁大国的支撑 剩下朝鲜 伊朗 这些不长进的小兄弟拖累 不是真战友 只是一帮损友 相比之下 美国转身专心经营亚太局势 外有欧盟坐后盾 内有日韩坐先锋 再加上印度和东南亚诸国有助声势 美国可进可退 可及可缓 如鱼得水 游人有鱼 中共国际上孤立 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外贸死火 失业率空前 地产报保 管农管下乡 压迫农民 火头四起 内外环境恶劣致词 习近平岂有心思武统台湾 最近正情诡异 武统生歇 退零还耕 文革回朝 都不是志在发动战争 只为未来的绝境做最坏打算 国内外大势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正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末日乱象 强弱正在转化 人民正在觉醒 中国发生巨变的条件正趋于成熟 临门一脚何时出现 只看天意了 把握信念坚韧前行 且看明日之环球 竟是谁家之天下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让步 解禁地摊 边缘性政策 就经济 据美国之音报道 继北京上海等地陆续放宽摆摊规范之后 深圳宣布9月起也不再禁止路边摊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地摊经济解禁代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 一向高大上的城市也不得不放下架子 开放民众摆摊 以贴补家用 但地摊经济毕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经济 若想指望透过地摊经济来拉动中国的宏观经济 那就被评论为吃人说梦 这一波新开放涉摊的城市还有甘肃兰州 此前北京上海昆明宇航州等地都已陆续宣布放宽摆摊限制 中国媒体华夏时报说中国开放地摊经济的城市已达28个 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在美中贸易战与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中国正面临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问题 不只是一般的跨国公司或外国厂商撤离中国 就连红色供应链里的佼佼者如苹果公司也要转移生产阵地 蔡明芳表示当外国厂商纷纷撤离中国 中国的经济就业自然会走下坡 中国整个经济模式也开始重组 第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在内需上 而地摊经济正好可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须 为了节省开支 人民吃饭不一定要上餐馆 路边摊就能饱餐一顿 蔡明芳说 我觉得这个地摊经济在起 它某种程度当然也是代表了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变化 第一地摊经济有可能创造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 第二它其实也有平易物价的一个功能 政治学者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可以想象未来几年中国的地摊经济会逐渐扩大 不仅底层人民会出来摆摊 甚至很多中产阶级也会加入摆摊的行列 因为疫情三年期间 人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严格管控 又面临着高失业率 中小企业倒闭 经济近乎萧条的情形下 人民谋职的空间越来越窄 虽然政府有到各地去做调研 但除了对民营企业家喊话给予信心和安慰外 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 在这种背景之下 当局允许各地开始摆摊 复活地摊经济 似乎是一种没有有效政策与实质性政策下的一个相当边缘性的政策 吴强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抵摊经济繁荣的时代的到来 但是在大陆在内地我们都了解 这是一个相当心酸的历史 他表示过去十几年 因为民众摆摊和城管之间发生的冲突不计其数 几年前在北京的寒冬夜里赶走了几十万低端人口的世界 也还历历在目 这种冲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容问题 而是底层阶级人民生存空间的问题 吴强表示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6月赴山东烟台考察时 曾形容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 中国的生机 但当时北京日报等中国官媒还出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评论 因此现在开放地摊经济 可以说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生活空间的一种让步 但是这就是通过一种示恩的姿态 用类似扶贫的方式来缓解高失业率 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 分析人士说 低摊经济虽然救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 但资博烧烤出圈 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 其实亟待一种低水平开放 吴强说 打破地域权利的各种限制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能够自由旅行安全的旅行 这种低水平开放才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 中国人民现在似乎也只能满足于这种低消费的烧烤经济作为一种安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最信任的全城陈希手握三大帮派 美国智库报告震惊习近平 斩断信息渠道封锁数据库 从智能手机到同胞监视 在美中国留学生不敢回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最信任的全城陈希手握三大帮派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最信任的全城陈希手握三大帮派 上报刊登杜正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 高层人事变动中一个最大的艺术是陈希 陈希是习近平当年的大学同窗兼室友 两人私密关系非同一般 陈希实际操盘习近平前两任期的人士 又暗控习近平第三任期人士 他二十大后迟至近日才协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至今仍任中央党校校长 此事非同小可 杜正认为平时看似低调的陈希虽然级别低于李强和蔡奇 但堪称习近平亲信圈子中最获信任的全臣 他在习家军中手握三大帮派 未来对于习近平搞党内斗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月28号中央党校举行2023年春季学期首批进修班毕业典礼 陈希仍以校长身份出席并颁发毕业证书 按中共惯例如王岐山韩正任国家副主席是正国级一样 连中委都不是的陈希仍是副国级的待遇 中央党校是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 官员升到副省部级之前都会上中央党校学习 中央党校的中青班每年两期 学员多为帝市县的厅局处级干部 事实上中央党校也是官场造成腐败的基地 各地官员在这里相识相互传授贪腐撬门 也为日后拉帮结派打好基础 2018年中央党校兼并远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 合称为中央党校 陈希成为校长兼院长 也成为党政高级干部培训基地的掌门人 等于所有党政新进高级官员都是他的学生 陈希卸任中组部长 但续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安排比较特殊 之前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等人 担任中央党校时都是政治局常委 五年前王沪宁接替刘云山未接任校长 而由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长陈希接任 中共二十大后陈希已不是政治局委员 卸任中组部长后 其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既没有交给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 也没有给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蔡奇 而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 蔡奇也是习近平的亲信 说他太忙无法兼顾党校还说得过去 而陈希没有交棒给李干杰 可能就是习近平的问题了 就是说习近平只信任陈希 陈希生于1953年是福建莆田人 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和习近平成为同窗 两人据传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 陈希还是习近平当年的入党介绍人 他掌管清华大学期间帮习近平取得了博士学位 习近平在2007年晋升政治局常委后 帮助陈希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升任教育部副部长 之后陈希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中共科协常务副主席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权后 迅速安排陈希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架空时任部长赵乐际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陈希接管中组部 并进入政治局 随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次年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控制全国高层人士任命 2022年中共二十大 69岁的陈希未进新一届政治局 外界认为他就要退休了 但是他的中组部部长 一直等到完成了今年三月的两会人事调整 包括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李强担任总理之后 才正式卸下 而对比前两届的中组部长 赵乐际接替李源潮 陈希接替赵乐际 都是在党代会闭幕的当月进行 也就是说习近平前两届任期 包括第三任期的前部分 实际上所有由中组部控制的人事安排 所谓中管干部的调整 都是陈希直接听命于习近平在做 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用熟人 和他早年有过生活和工作交往 且关系经过考验的人 现在习家军的一众代表人物 都是习近平的熟人 而陈希是最重要之一 基本上和蔡奇李强同列 但陈希和习近平的关系更铁 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长李干杰 虽然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 但和习近平过往没有直接交集 他本身是核专家 这一类技术官僚 可能在中央党校这种地方 也不一定混得开 甚至人事工作也未必能玩得转 时时有不安全感 担心蛮场两面人的习近平 不太可能放心 让李干杰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他还会要求陈希以校长身份 幕后指点李干杰的中组部工作 中共二十大后 不少观察者都认为 习近平个人权力稳固 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亲信全部布局高层 但忠于习近平的群体中免不了出现新的争斗 这也符合常理 就如当年毛泽东之下的派系斗争 杜正曾以籍贯或试图经历地 归类列出习家军的大致派系 包括福建帮 浙江帮 新上海帮 陕甘宁帮 党校帮和清华帮等 当中包括习近平的嫡系习家军 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员 习近平的最重要全臣陈希不同程度握有其中三大帮 其一陈希发迹于清华大学 当然可以被视为清华帮的帮主 其二习近平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在这个阶段作为储君角色 这期间网络的李书磊和石泰峰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 他们均属于党校帮 但到陈希掌管中央党校之后 习近平的党校帮应以陈希为首 其三是福建帮 陈希是福建莆田人 而习近平在福建任职长达17年 习近平掌权至今福建籍或有福建背景的官员 包括蔡奇和黄坤明从中央到地方茂生 成为官场重要势力 这些官员的提拔重用 都是2013年4月就实控中组部的陈希经手 现任中共高层官员中福建籍的除了陈希之外 还包括几名习家军的代表 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 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 长公安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王小红 尽管蔡奇身居常委 但陈希却是福建帮中的老大哥 福建籍高官还有发改委主任郑山杰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家 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 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瑞 山西省委书记林武 国台办副主任任贤长 江西省长叶建春 江苏省长许坤林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 中科院院长侯建国 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等人 现任副总李和立峰是广东 新宁人生于福建永定县 早年在福建任职 就是习近平的铁杆 军委副主席何伟东是江苏东台人 生于福建南平也与习近平有渊源 曾是驻守福建的三十一军军头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是江苏如高人 生于福州 他早年在三十一军当政治部主任 与习近平交好 习近平的心腹之一 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 也是福建邦代表人物 他虽是江苏数千人 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沙县当知青 福建师范大学正值经济学专业毕业 从1978年至2001年 一直在福建工作 现任财政部长刘坤 祖籍广东省潮州市 在福建省云霄县长大 刘坤和习近平亲信何立峰 是大学同学 中共这种帮派一般情况下并不紧密 甚至有时称之为帮派有些牵强 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粗糙的划分 但从令计划家族 当年在官场建立山西同乡为主的西山会 以及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被当局指控组建政治团伙来看 帮派利益集团在中共内部 是一个事实的存在 关键时刻就会成形 会起作用 习近平上台后 打击政敌的其中一条罪名 就是团团伙伙拉帮结派 但是他阻止不了追随自己的这帮人 分别建立势力 由于习近平对陈希特别倚重 放任其手握多个习家军内部帮派 也并不稀奇 需要注意的是 陈希在卸任中组部部长之前 就已将福建老乡 浙江省委前副书记 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建发 提前调任中组部副部长 黄建发往后 应该就是陈希用来监视 宗主部部长李干杰的眼线 尽管李干杰也是清华帮人马 习近平上台后清理大批野心家 及其党允 他长期重用陈希 当然是寄望陈希帮他把人事控官 当然是寄望陈希帮他把控人事官 防止朝廷上出现新的野心家 但近年当局拿下的大批老虎 其实都是陈希经手提拔的 比如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虽然有孟建柱和韩正撑腰 但中组部是陈希签的字 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 还要靠老陈陈希掌握中央党校 这个党官培养基地 并实际暗空中组部 可能确实是因为陈希够忠诚 又老成持重 只是现在已是中共红朝之末 人心败坏的不得了 即便大搞强制学习 习近平思想的洗脑运动 官员也只会表面硬称 朝中尽是两面人 陈希主席也只是在内斗上加码 无法挽回亡党的趋势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智库报告震惊习近平 斩断信息渠道封锁数据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一场限制海外 获取中国数据来源的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美国智库 关于中国敏感做法的 大量报告引发的 这些报告令习近平感到震惊 最近几周 北京方面越来越担心西方威胁 扩大了反间谍法的试用范围 并加大了对专门从事信息 收集的外国公司的压力 如审计师 管理顾问和律师事务所 此外 外国智库研究公司 和其他非金融实体 对包括上海万得资讯在内的 中国数据库的访问 也变得更加严格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一些基于公开信息的报道 在中国高级官员中 引起警觉之后 这场旨在确保 对有关中国的言论 进行控制的运动正式开始 这些人说 这些报告包括 乔治华盛顿大学 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和新美国安全中心 撰写的分析报告 新美国安全中心 由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 坎贝尔创立 利用公开来源的数据 几分报告 聚焦于北京 认为敏感的领域 比如军民融合 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机构 与国防部门之间的互动 以提升中国的军事能力 由于政策制定不透明 缺乏与中国企业 和当局的直接接触 许多西方智库和研究公司 只能在中国互联网上 找到的文件中 寻找有关采购 企业所有权和政策的信息 随着与美国的竞争加剧 网络调查让北京越来越担心 中国数据的安全 一些中国官员说 几家华盛顿智库 挖掘了中国的公开来源数据 以帮助证实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比如加强对中国公司销售 高科技产品的限制等的强硬立场 据知情人士透露 因其中国当局注意的 美国智库报告之一 是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6月发布的一份政策简报 题为Seligan Twist 它专注于报告中国军方获得由美国公司设计 并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芯片 根据该中心网站上的文章简介 通过分析数千份采购记录 这一份政策简报详细介绍了中国军方是如何获取这些设备的 包括没有说明其分析的采购数据的来源 与中国当局协商过的人士说 北京还注意到了一份由中国倡议中心编制的目录 该目录名为中国人才计划追踪 旨在招募支持中国战略目标的学者和学生 根据该中心网站上的介绍 目录中的信息是对中国政府网站 官方媒体和中国大学网站上公开的信息来源 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 中国国家网信办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设立的互联网监管机构 今年3月国家网信办通知多家中国数据提供商 限制海外获取涉及企业注册信息 专利采购文件 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间的信息 因此学术数据库中国知网通知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 自4月1号起他们对其数字记录的访问将受到限制 成立于2019年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言人林恩维尔表示 与全国许许多其他组织和大学图书馆一样 我们在3月份收到了中国知网访问变更的通知 这种中断令人沮丧也是研究界的损失 特别是那些研究中国的人 但这不会使我们放弃工作 中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说 我没有关于你提到情况的具体信息 但原则上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研究合作 这位发言人补充说 我们积极支持外国专家 在我们的一些研究项目中发挥作用 甚至有时是主导作用 据知情人士透露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些出版物 让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 其中包括该中心一名高级研究员 2019年在美国发表的证词 中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是一个国会团体 负责根据其对国家安全和与中国相关的贸易风险的评估 提供政策建议 这一份证词表明中国军方正在积极探索 利用人工智能增强战斗力的方法 新美国安全中心由坎贝尔于2007年联合创立 被认为是华盛顿国防事务的首选政策机构之一 该中心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坎贝尔没有回答华尔街日报的询问 作为北京方面限制海外获取中国数据的行动的一部分 万德资讯正在对尚未完成或续约的合同进行合规审查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万德的经济金融和企业数据被国内外分析师和投资者广泛使用 知情人士说 在未能完成与风能合同的西方政策研究机构中 有一家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该机构对中国的研究范围从经济政策贸易到安全 除了加强对美国智库合同的审查之外 万德最近还切断了外国对特定数据库的访问 如涉及公司注册信息的数据集 加强信息限制让分析师和投资者担心 在中国经济和政策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情况下 官方对哪些类型的数据将被禁止访问 缺乏明确规定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地缘经济中心和总部 位于纽约的经济研究合作伙伴 荣鼎集团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表示 缺乏透明度 让政府在决定哪些公司和活动 需要强制披露或安全审查时 有足够的自由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从智能手机到同胞监视 在美中国留学生不敢回国 据日经亚洲报道 随着美国各地的学年接近尾声 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正在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 以避免在暑假回国后陷入麻烦 甚至可能被拘留 研究国际事务的李表示 在返回中国之前 他将清除智能手机上 任何可能引发危险信号的内容 他说我只会删除一些具体的信息 比如照片视频和群聊 我们的共识是 不要留下痕迹被记录在案 三年前他最后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 还没有做得这么彻底 但李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 现在越来越担心在美国的言行 可能会给回国带来负面影响 李承认中国当局可能缺乏对所有海外留学生进行普查的信息源 但现在是一个敏感时期 他说根据将于7月生效的最新反间谍法 中国大幅扩大了其所认定的间谍活动的范围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担心 日常的商业活动比如在投资前的禁止调查都可能会与新的法律相冲突 伯恩斯还警告说研究人员和记者可能会受到影响 最近有报道称一名在日本大学学习的香港学生在港被拘留 据称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 李说对我个人来说我只想谨慎行事 他说我们始终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当你入境时他们可能会查看你的手机 来自香港的陈世里的同学 他对暑期回家也有顾虑 2019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以回应中共的强硬控制 包括引入一项允许被引渡到大陆的法案 自那之后中国在香港实施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 许多参与抗议的学生被拘留 自2019年以来 我已经删除了社交媒体上的所有内容 陈说陈和李特别关注的是Telegram的应用 他最初是由俄罗斯工程师为绕过审查而开发的 现在是中国和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建制媒体最喜欢的平台 在中国如果没有VPN就不可能在互联网上使用Telegram 这并不是说这两名学生本身就有反体制倾向 对于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 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或设备 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例如用微信与父母交流 用Telegram私下与朋友批评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 Telegram已经被北京归类为非常危险的应用程序 李说 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一项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即使在美国学习期间 学生们也觉得他们需要提防监视 尤其是来自同胞的监视 李说 在许多美国大学都有中国学生会 有传员说 中国学生会会提供一份可疑学生的名单 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 当我们去华盛顿参加一些政治集会时 都戴着面具 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用相机拍照 他说 两名学生都感觉到 虽然这些学生会的人 在中国留学生中只占少数 但参与其中的人与中国大使馆关系密切 至于当局的界限 李认为问题是恰恰他们没有红线 他们只是随机抓人来威胁 陈说 双方都认为 结果是学生自我审查 使当局能够用更少的资源 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陈没有回香港居住的打算 他说 据一位在香港读大学的朋友介绍 班上20个学生中 有19个选择离开 李在年轻时 曾想成为一名外交官 或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但他说 在美国学习后 他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 我确实曾有一种幻觉 你可以进入中国的机构 从内部改变 你知道一种渐进的改革方法 李说 但渐渐的我发现 这只是一种错觉 他们都说 结果是 许多人最终进行了自我审查 李和尘这一代 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 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中 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 作为数字化的时代 他们很难对一个已经成为 严格监控国家的未来 抱有希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您看